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就是片子当中的黄晓明同学 他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在摆脱了这个土鳖的形象 离开了评委席之后呢 黄晓明又出现在了电视剧金钟月飞当中 和林心如上演了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 没有范冰冰的参与黄晓明在电视剧金钟月飞中和林心如饰演一对夫妇 早前有消息称黄晓明一直将林心如视为女神 这女神一说从何而来呢 我没说过这话 那是导演的女神 啊 对 我的 你猜 一直将岳飞视为偶像的黄晓明此番终于如愿以偿 饰演了这位英雄人物 岳飞对感情的专一同时成了黄晓明向其致敬的原因 像那会儿大家是可以三妻四妾的 但是岳飞始终就是一个老婆跟别人跑了之后就只娶了一个李孝娥 那之后包括她的这个对国家的忠诚 对娘的孝顺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 好多人就觉得你突然这话就像我一样心在电 阿女爱被你然后就说爱告我 娘我明明是说给你听的 我是你 惦记着我的月 满车 亲母演的这个 会是你生活中觉得完美的 对啊 就是 她那么漂亮 那么聪明 那么体贴 又那么能生 对 挺好的 除了黄晓明的感情问题 备受关注外 电视剧《金钟月飞》 还因另一事件 而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岳母刺字的故事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不过您还记得 岳飞背上刺的是 哪几个字吗 日前黄晓明在微博中 给出了答案 可是网友看后 却纷纷挑错 连姚晨都提出了质疑 我娘在我背上刺字 《金钟报国》 我娘在我背上刺了字 《金钟报国》 一直以为岳飞娘刺的字语 《金钟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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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背后 刻字是《金钟报国》 《金》 《金钟报国》 《金钟报国》 《金钟怎么出来的呢 是皇帝送了一个 金钟月飞的旗给岳飞 所以这叫金钟月飞 所以很多人就把那个呢 就换掉变成金钟报国 我 我 感谢观看